有业者指出 缓步上涨的起薪对于企业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了 如果为了招工大幅调薪的话 企业就只能够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是否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呢 台湾经济的根本困境是过于依赖外需 以至于为了提高所谓的国际竞争力呢 人为的打压岛内劳动者的收入 但是又急易受到这个出入性通胀的影响 劳动所得呢就跟不上经济成长 岛内的这些实景性企业呢 虽然一直很辛苦 但是却很难赚到利润 也很难再进行的扩大再生产 一方面是因为通胀导致生产成本激增 另一方面因为由于这个新台币的汇率不断的贬值 以至于进出口的利润凭空蒸发 而且还要不断承担民党当局一味转嫁过来的 所谓的社会保障成本 环境保护成本 绿能转型成本等等 若给员工加薪的话 它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营 而且会降低在成本上的竞争力 现在岛内的企业界和劳动者 在民党执政周期内 已经变出了双输的局面 民党当局推行了各种洁贫济负的政策 导致了大家都变成了穷忙足 首先呢 民党当局制定了所谓的社会保障政策 既不科学也不合理 往往都是买票和酬庸性质的 只在乎争夺短期的眼球 但缺乏长期的规划 其次呢 民党当局各种超常规的所谓的特别预算 导致公债暴增 又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 也就制造了人为的通货膨胀 使岛内劳动者和企业的 实质的财富呢 都在缩水 说来说去呢 只要民党以意识形态为刚 以权力斗争为业 以收割利益为荣 怎么可能让岛内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呢 这边 我看了 这边